讲到要寻求更多的管道 要端正国际视听 至少要让外界知道 台湾渔民不是非国口中的坏人 所以国民党立委卢秀燕 他就办联署 号召民众到美国白宫网站留言 发表意见 让欧巴马重视台非正义 为了表达国人对菲律宾 枪杀我渔民的愤怒 立法委员卢秀燕 18号举办签名发出怒吼的活动 包括许多小朋友也都签上姓名 我们在国际上已经被人家看点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议起来 那如果说政府在这个地方可以 更强烈的表达 我们的全国的全国的权利 我们全国全部上下一心一定要对付 一定要让他道歉 一定要让他悲伤 如果做不到的话 马英九总统一定要议起来 而且不习一战 卢秀燕同时号召民众 上白宫网站表示意见 只要达到10万人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会亲自就此事答复 并借此表达我们的愤怒 白宫的网站有个规定 如果有超过10万人以上上去联署的话 那美国总统欧巴马他会亲自的回复 那为了让我们台湾人民 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跟信深 让美国政府确实的了解 我们现在正在发动 就是台湾的民众 10万人以上上网 到白宫去表示抗议 联合报黄银台中报导